荣华何首 应该如此 二老太太道 荣华说的也有道理 正安这一夜 已经够乱的了 二叔公拿起茶来喝 也是默许了 红哥顿时失望地看向荣华 众人才说完话 外面的婆子进来道 二姑奶奶回来了 陶正川先撩开帘子 大步地走进来 我们还没到长宁伯府 路上就看到了姚华 荣华抬起头来 看到陶正川两男的表情 陶正先不方便出面 只能陶正川带人处理家事 可是陶正川生性懦弱 能带人去长宁伯府 已经是勉强 路上既然看到姚华回来 定然不会再登人家的门 姚华那么聪明 陶家这么大的动静 姚华必然察觉出了什么 等着陶正川上门将事情闹大 那还不如自己送上门来呢 二叔公皱着眉头就看向陶正川 你没有去人家 陶正川的声音轻了些 没去 姚华说 有话要向族里的长辈说 姚华一句话就将陶正川骗了回来 三太太廖是急忙就看向荣华 荣华轻轻地摇了摇头 廖是埋怨地看了陶正川一眼 陶正川是满脸尴尬 三老太太道 既然已经回来了 就让姚华进来吧 丫鬟传话下去 只听外面传来一阵咳嗽声 姚华让香烛扶着走进了屋 姚华穿着青色暗花纹的被子 脸色苍白 一双眼睛通红 像蒙了层雾气 见到众人嘴角一颤 说不出的挨挽 姚华上前给众人行了礼 眼泪顿时就流下来 听说母亲病重了 也不知道到底病得如何了 说着就去看荣华 我想去看看母亲 姚华说话的时候 眼睛紧紧地看在她身上 仿佛是要请求她点头呢 尤其是那受尽委屈的模样 让人有什么责难 也不忍心开口了 荣华对视过去 声音冷淡 二姐早就应该回来看母亲了 母亲心里想着二姐 饭也吃不下 水也喝不尽 这样的身子 就算有再多的钥匙 也是没用的 若是二姐能在母亲床前 解了母亲的心忧 母亲也能好起来 姚华嘴唇颤抖 我如何不想 我现在就去看母亲 姚华的顺从 让族里的人大半都心软下来 二老太太慈祥地看着姚华 也拿起帕子擦眼泪 好好的孩子 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呢 从前这大嫂也是疼你的 临终前却没能见你一面 你这孩子呀 让我们怎么说好 姚华垂下头哭泣 都是我没有这个福气 连最疼我的祖母都没见到 姚华抽抽叶叶 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众人似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荣华静静地看向姚华 姚华习惯用这样的法子 让人对她生出怜爱 在陶家这么多年 上到陶老太太 下到丫鬟婆子 谁都对姚华是多加招福 姚华是早就私定好了 用这种手段来博取族里人的同情 只要族里的长辈心思动摇 姚华就能想办法脱身而出 姚华却没想通一点 这次是宗族大会 族里的长辈早已经司空见惯了这种事 处置陶氏一族的女子 姚华不是第一个 若是心思手软 就不能在族里做主了 姚华这次是打错了算盘 果然 三老太太开口道 姚华呀 你也要想清楚 你还要不要怀人家 若是你心里委屈 族里会出面跟人家说个清楚 你也不必回去受苦了 留在你母亲身边 照顾你母亲 说着就看向红哥 你还有兄弟在家呢 一定会好好地供养你 三老太太说完话 屋子里突然就静下来 无论姚华怎么哭 旁人都是冷冷的旁观 姚华的心里越来越冷 哭声就渐渐地小下来 哽咽也没有了气力 姚华紧紧地攥住帕子 她本想找个机会脱身 却没想到 族里人会这样急切地 想要问她个究竟 事到如今 不论她怎么做 都没有了用 姚华渐渐地平静下来 张开嘴 声音沙哑 这件事我做不得住 我想去和母亲商量商量 姚华的神色安密从容 在这种情形下 仍是不慌乱 回桃家之前 姚华定是做足了准备 最坏的情况下 还能请出大太太拖延时间 这种请求 没有人能拒绝 没有人能拒绝 也好 二老太太温和地道 你就去和你母亲 商量商量 姚华肩膀一颤 用帕子擦了擦眼泪 我看过母亲 再来回话 屋子里的长辈都默许了 姚华让香烛搀扶着 一步步地退了出去 姚华走到院子里 腿上一麻 几乎就站立不住 幸亏有香烛在一旁搀扶 主仆两个走到僻静处 香烛就急切地开口 大奶奶 咱们还是想办法回去吧 族里的长辈 是不会听大奶奶解释的 回来陶家之前 她就没有抱半俭的期望 荣华能安排陶正川找上门 必然就是有十足的把握 来对付她 她回来娘家 是不想要落得不孝的名声 不论冒着多大的风险 她也要来看母亲一眼 以全了她做女儿的孝心 姚华走上超手走廊 陈妈妈已经迎了上来 二姑奶奶 陈妈妈声音沙哑 您可算是回来了 大太太的身子 恐怕是不行了 您快进去看看吧 姚华听了这话 心脏似是被狠狠地一转 单薄的身体 摇摇晃晃地就靠在香烛身上 陈妈妈哭着道 还有件大事呢 二姑奶奶知不知道 说到这里顿了顿 族里的意思是要休了大太太 回来陈家的路上 她已经听到这样的消息 现在陈妈妈亲口地说出来 她心中半点的侥幸 顿时就荡然无存 这样说来 她如今已经成了庶女 庶女 不 她不能成为庶女 她还没有和任延峰原房 还不是真正的人大奶奶 若是真的得了一个庶女的身份 将来在人家 如何能抬起头来 说不定人家还会反悔 不要她这个正事 再取一个正事回来 姚华咬紧了嘴唇 只觉得满口的血腥之气 陈妈妈和香烛 一起将姚华搀扶进内室 姚华坐在警务上 看着呼吸微弱的大太太 默默地流了会儿眼泪 似是生怕惊了大太太 小声地呼唤 母亲 母亲您觉得怎么样了 我是姚华 您睁开眼睛看看我 我是姚华呢 大太太的眼皮重重地一颤 慢慢地就睁开了眼睛 姚华顿时就惊喜若狂 母亲 是我 是姚华呢 母亲 我在这里 大太太的眼睛 渐渐有了焦距 视线就慢慢落在姚华脸上 陈妈妈带着香烛退了出去 大太太张开苍白的嘴唇 姚华握住大太太的手 母亲有什么话 歇一会儿再说 大太太的嘴巴一开一合 姚华听不清楚 就凑上前来 大太太扬起脖子 用足了力气 用微弱的声音道 妈 道 婆 姚华冷不防地听到这个名字 整个人顿时一抖 看到大太太阴冷深沉的目光 姚华眼中慌乱的表情 就急忙开口道 母亲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女儿 女儿没有听清楚 大太太并肩花白的头发被冷汗打湿了 辣黄的手紧紧地攥着姚华的手腕 手背上一条条的筋骨头耸立 咬牙切齿地看着姚华 你还瞒我 你这个没心肝的东西 大太太恶毒的话骂出来 就像一盆冰水 将姚华从头到脚浇透 姚华刚刚慌乱的心 重新安定下来 母亲 听谁乱说了 是荣华 母亲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信 要信别人不成 刚才一闪而逝的慌乱 现在异常地冷静 若是心里没有鬼 怎么能会有这种表情 大太太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从袖口里拿出香囊来扔给姚华 这是你的东西 要让我请族里的人来 姚华伸手去拿香包 香包上的丝碎 从她的手指尖划过 大太太的声音 仿佛越来越遥远 她只觉得那荷包软软的 她缝这只荷包的时候 是什么心情呢 她不想害人 只是说话拿走了太多她的东西 她辛辛苦苦努力要得到的东西 却轻易地被别人拿走 她怎么能不恨 我在为你画 大太太满脸地急怒 手指重新攀上姚华的手腕 是越扣越紧 母亲从来都是这样 对她动着就怒气冲冲 生像是她做了多大的错事 舒怀也不管做了什么 都会得到母亲的原谅 同是母亲亲生的骨肉 怎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她现在的处境有多艰难 母亲却不问一句 只是纠缠在舒怀的死音上 母亲僵死了 对她仍然没有半点的不舍 只是表情很绝 像是要喝她的血 吃她的肉 换作舒怀会如何 若是她病死在桃家 舒怀不会受半点的埋怨 母亲只会说她是命薄 她偏不能命薄 她要比舒怀活得更长久 她要让母亲知道 是母亲错了 可是事到如今 母亲仍旧不知晓 姚华皱起眉头来 这脸就皱在一起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要哭 或是想要笑 母亲 你怎么不问问我 接下来要怎么办才好 祖里让我就要回桃家了 往后要桃家供养 说着 姚华就笑了 祖里这样的对待我 不过是因为从前父亲是宗长 多少的压制了他们 现在他们翻过身来了 就要出这口气 我回到桃家来 桃家会真的供养我吗 姚华摇了摇头 声音轻的 就只有她和大太太才能听到 不会的 祖里一定会有其他的理由 逼我自尽 我自尽了又如何 朝廷不会给金表 我连樊家大爷都不如 姚华沉默了一会儿 将香包彻底地握在手里 可是如果我不肯留在桃家 桃荣华一定会让祖里将我除名 从此之后 我和娘家就彻底了断 我在人家也不能好过 人家不会要一个 被娘家赶出门的夫人做媳妇的 姚华昔日明亮的眼睛中 带着渴望 以前都是我自己拿主意 这一次 我是真的彻彻底底地输给了桃荣华 母亲从前不是总帮着大姐吗 这次也帮帮女儿 告诉女儿 女儿该怎么做才好 大太太不说话 眼睛中都是对姚华的愤恨 姚华侧着头等了会儿大太太 然后闪然一笑 母亲不会说的 母亲从来不会帮女儿谋花 说到这里 心中油然生出一股异样的情绪 女儿嫉妒姐姐 因为姐姐总是得到母亲的关爱 说着话 慢慢地将香包塞进了袖子里 也许荣华已经找到了马道婆 就要在族人的面前惩治她 所以才会让她踏进陶家的大门 这只香囊就是荣华寻来所谓的证据 可是荣华不知道 她怎么可能将那些药放进香囊里呢 真正的情形是 姚华声音冷漠 就像是在说一件和她毫不相关的事 大姐去了之后 女儿也仔细地想过 姐姐应该是没有注意过身边的秋和 秋和早就想要做通房了 说不得大姐小婵和秋和有关 不光是香囊 她还让秋和在大姐的饭菜里下了药 大太太的手抖得就更加厉害 姚华的话和珊瑚说得一般无二 若不是姚华只是秋和下药掉了说话的孩子 姚华如何能这样地清楚 大太太瞪大了眼睛 眼角几乎刺裂 躺在床上不停地喘息 她一双眼睛紧盯着姚华不放 想要起身仰手打过去 姚华将自己的包姐害死 却没有半点的悔意 她怎么就生了这样个狼心狗肺的畜生 大太太不停地挣扎 姚华没有半点有搀扶的意思 只是默然地看着 大姐临死之前 她将真相说给大姐听 大姐也是气得喘不过气来 她就是这样地看着大姐 直到大姐没有了气息 才去喊来了丫鬟 这一次母亲又是这样 姚华正觉得眼睛发热 大太太的身体突然一清 竟然就坐了起来 双手就抓向姚华的脖子 姚华眼见那双手缠上她的脖子 那手指的骨节不停地收紧 勒得她喘不过气来 姚华想要喊人 却不敢开口 只要外面的人进来看到这种情形 她不孝地声明就坐实了 更何况族里的长辈还在逃见呢 姚华伸出手握住大太太的手腕 用尽了全力拉扯 大太太雷弱地身体 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就是死命地扣住 不肯放手 姚华挣扎了一会儿 只觉得眼前是渐渐地模糊 心中是越来越惊慌 再也顾不得其他 伸出手去就拽大太太的手指 大太太的手指稍有松动 姚华用尽全力将大太太推开 整个人也从井屋上掉下来 重重地摔落在地 撞到旁边的矮桌上 荣华和陶三太太料事 刚走进大太太屋里 就听到内侍一声重响 众人脸色一变 陈妈妈忙跟着荣华 和陶三太太进了内侍 只见姚华跪在大太太的床边 不停地磕头 母亲 母亲您这是怎么了 您睁开眼睛看看我呢 我是您的女儿姚华呢 大太太眼睛颤动着 气息越来越微弱 终于又昏死了过去 陈妈妈忙上前叫喊大太太 姚华哭得是说不出话来 料事最先想起来 女医有没有留下什么救急的药呢 快给大嫂吃上呀